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而人情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亲戚关系 以前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 亲戚们之间相互帮忙,相互守望 当一家遇到困难 其他人家就算在经济上帮不上忙 也会尽己所能地提出帮助 因此,那个时候说到亲戚心里总是暖暖 在很多老一辈人眼中 亲戚之间的相互往来 是维护亲情的最主要的方式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亲戚一死让人感觉变得越来越陌生 更有甚者,很多人提到亲戚就反感 难道生活好了,亲戚就不亲了吗? 曾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人性最大的恶 是血缘亲情之间的相互算计 刚开始接触这番话的时候 其实不以为然 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些冷漠 但亲人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会亲密和谐一些 为何还会存在着相互算计的行为呢? 纵观古今 其实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就像三国时期的曹丕和曹子之间的相互斗争一般 到最后,曹子无奈道出本是同根生 相奸和太极的真相 回到现在 有句话我们都应该耳熟能详 那就是亲兄弟 明算账 不管兄弟 有多亲 关系有多深 可一旦和物质财富相联系 那么双方之间 就只剩下相互算计的行为了 难怪于秋雨在千年一探中写道 人折腾人 人摆布人 人报复人 这种本事 几千年来 也准备人类磨砺到炉火春青的地步 在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 只限于外人与外人之间 殊不知 最为残忍无情的争斗 却存在于亲人与亲人之间 为何说亲人之间争斗会更加残忍呢 说的浪漫点 那就是 谁都怕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而说的现实点 那就是双方都知根知底 所以更容易产生矛盾 从而争斗起来 可不管怎么说 亲人与亲人之间 本就是应该和睦相处的 因为血缘关系的存在 是一种羁绊 因为亲情的存在 是一种缘分 但是 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是 人性最大的恶 便是血缘 亲情之间的争斗 一 越是亲近的人 越会为钱争斗 曾有个朋友 他是家中的大儿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当他们父母进行分家的时候 大儿子分到了一块地 弟弟分到了一栋楼 而妹妹则获得了 一大笔现金 和母亲珍藏多年的 经营首饰 这样的分财产 说实话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这对父母 做得实在是不够公平 因为他们疼爱 小儿子和小女儿 而特别厌恶大儿子 所以他们便 有此心境 在这俩老人家去世之后 由于他们所住的那套房子 还没有进行划分 这三方就互相争斗了起来 朋友身为长胸 这么跟他们说 老二 你看你们 本就拿了父母 一栋房子了 三人之中拿的最多了 就是你了 不仅这样 每一次照顾父母 你都是口头照顾 不见得你有什么实际行动 况且 我和你大嫂如今 只有一块地 这套房子 理应归我们 而老二却说 我爸我妈 生前最疼爱的就是我 而且他们之前还说过 我那一家四口生活不易 要把房子留给我们 不仅是这两人 就连他们的老三妹妹 也参与其中 表面上支持二哥拿到房子 可贝莉莉 却想自己独吞 这三个人 他们从家中闹到法院 至今还在为了这套房子 而打着官司 不仅如此 他们这三家人 已经好几年没有往来了 见到面的时候 仿佛就像见到仇人一样 二 血缘亲情之间的相互算计 是人性最大的恶 就拿朋友的经历来说 他们家的三兄妹 至今都互相算计的原因是什么 是财产问题 可是就到最后 就是父母的财产分配不公 和人性欲望的问题 朋友身为长兄 能在父母去世前 如此大量地接受信誓 那已经做得很不错 可他的弟弟 却是贪得无厌 想把所有的好处都揽到自己的名下 不仅这样 他那个妹妹 原本已经嫁作了他人妇 原本已经拿到了一大笔的现金 即经营珠宝 应该算是也有所收获了 可还是不满足 衣袖超越界限的来争夺 这样的家庭 相信在这个社会啊 是多见的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为了财产而争的 头脖血流的家庭和势力 确实不在少数 但我们也从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相互算计的心情 到底有着 怎样的真相和本质 有位作家这么写道 红墙绿瓦满足不了人心 金银财富 填补满人的欲望 万千土地 终究使人愈发贪婪 虽然心情之间的相互算计 最后让各方都成为 老死不相往来的人 他们做得如此绝情的原因 那就是人性的不满 和对于金钱财产的欲望 所谓欲赫难填 当然一旦产生了 无穷无尽的欲望 无论自己得到了多少 他们都会一直去争取 一直把已然得到的 或者未曾得到的 都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 所以说 越是有亲眼关系的人 越容易为了欲望去争夺 要知道 这一切的情意 都比不上金钱来得实在 那么 这就是人性里面最大的恶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情比金钱 双方的感情 只要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就会说 这样的感情将会超越现实 无论遇到什么都无法动摇 但是 这一切都不过是我们的幻想而已 在这个急躁的时代 人也逐渐变得躁动起来 而越是躁动 越是象征了人的感情的 逐渐冷漠 不管对谁 只讲究人情和利益 缺少了以往的情意和味道 为何会这样呢 因为生活过分现实 在生活里面 谁都需要生活 谁都需要过上好日子 而好日子的前提是什么 那就是必须要有钱 要知道 就连孪生兄弟 也会为了一点小钱 而大打出手 何况是其他人呢 这一点 其实就表达了 人性的冷漠和缺憾 在生活中 我们都希望 自己能够所欲善人 能与他们一同携手到牢 甚至能同风雨 共患难 但现实告诉我们 共患难还行 因为面对苦难 每个人都需要相互协助 可一旦面对富贵 所有人都在耍着 自己的小心思 不是这里算计 便是那里谋划 让人寒心 所以说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钱比情间 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 不仅如此 人性内部最大的恶 不是河水争斗 恰恰是 血缘亲情之间的 相互算计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